大家好,大家好 早一陣子下大雨,很涼爽 現在又開始又熱 其實我們這個華南 處於華南地區的天氣 在四、五月份和六月份初 天氣非常不穩定 所以濕氣也非常重 經常下雨 下完梅雨就下暴雨 近這個月來 最近半個月經歷了近年比較嚴重的暴雨 所以在這個時候 其實濕氣很重 我本人近這一個月都非常疲 應該都是濕氣重 間不中有一些腰痠背痛 我本人自己 腸胃是屬於冷的 但是也在下雨季節比較濕熱 今天說了這麼久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可以清毒解熱的涼拌菜 這個其實非常適合春末下初 這個經常比較嚴熱和濕氣重 和下暴雨的情況 那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應該看到這個畫面 很熟悉是不是 這些是什麼來的 我相信過了清明之後 大家經常在街市會看到的 一閘閘這些東西 到底是什麼來的 看極都看不明白 有經驗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是什麼來的 沒錯就是魚腥草 我們廣東人熟悉的一種植物 通常大家是用來做什麼的 清熱解讀就知道了 通常當然是用來熬湯 我問10個家庭主婦 10個就是我熟悉的街坊 他看到買魚腥草 他問我拿來做什麼 是不是拿來熬湯 我說當然不是 什麼魚腥草除了熬湯之外 還有其他的用途嗎 當然有 首先魚腥草 就是我們香港人 廣東人熟悉的一個名稱 但是其實在雲貴村 這個高原地帶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就是叫做折耳根 折耳根 這個折耳根 話說我大概應該是2008年 2007年 大概是差不多 我整天都去上海公幹 因為我有個客人 他的總部就是在上海 做黃金生意 那他試過一次就招待我 他就請我去一間 就是在上海的 就是比較高級的這個村菜館 那為什麼我說他高級呢 第一裝修精緻 整個就是活靈活現 清代這個是氣台 這個就是這個 氣曲台的這個設計裝修 也有很多的功夫茶 就是那些長戶 尖戶那些 另外當然就 我就吃村菜 我本人呢 大家應該看我很多片 都知道我本人喜歡吃村菜 他就帶了去那裡吃 我第一次吃折耳根 那時候是知道是折耳根 接著之後 一吃之後就難忘 非常之難忘 折耳根呢 其實如果在雲貴村的菜系裡 基本上他就一定只是做糧菜 他就不會去煲湯的 那 但是呢 內地的折耳根呢 就跟我們香港的折耳根 就有分別的 那麼 當時呢 我就只是知道折耳根這個名字 那麼 回到來香港就想找來吃 就找也找不到 誰不知呢 我又一次呢 我就去吃這個貴州的羊湯 羊肉湯 他竟然有折耳根吃 我一看到餐牌 立即兩眼八聲光 啊 接著之後 叫了 一上台一看那個樣子 咦? 好失望 因為那個樣子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 在香港賣的折耳根呢 就其實就是 魚腥草啊 的根部啊 就真的是根的 那 那 但是呢 味道差不多的 如果給我選 就是我去評價的話 在內地吃的折耳根呢 因為它是吃個勁部啊 以及是吃少少的葉的 那所以呢 它那個 除了是它那個魚腥草呢 獨有的那種香味之外呢 它還帶少少金結味的 就是說你一吃下去 第一件事 你的鼻子就聞到很重的魚腥草的味道 但是吃下去的時候 有酸酸鹹鹹鹹的鮮鮮的味道啊 跟著也都吃到那個 魚腥草那裡獨有的那種味道 但是當你咬到最後最後呢 你回甘的時候 就會有野生食物 獨有的金結味 就好像吃金腩那樣的味道 那種回甘 現在說了就說了 我也在流口水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內地折耳根 因為它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那所以呢 那個味道呢 就跟香港是不一樣的 那香港這個折耳根呢 它就是吃根部的 就不是吃這個 是勁部啊 那所以呢 兩地呢 大體的味道呢 就差不多 但是呢 在你回甘的一下呢 是有一點點分別 這個呢 因為它吃根呢 它就多了一種甜味 但是就少了那種 好像吃橄欖 青欖那種 甘劫味啊 那兩樣都不同的 但是都一樣很好吃 好了 吹了那麼久水 那到底怎麼弄啊 啊 啊 你其實呢 就是我 其實說這麼長的這個蝙蝠呢 那個原因呢 就是其實有些東西呢 就遠在天邊 就近在眼前 當年呢 我是喜歡上吃這個 這個折耳根的時候呢 在香港是找不到的 到後來 無心插漏之下 竟然被我找到 那呢 其實這個折耳根呢 涼拌折耳根呢 就是我希望呢 就是不要只是 得這麼老火湯啦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們要吃那個 達到那個藥療的效果 是直接吃它呢 是好過你喝水的 大家說是不是 那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就說 不是 我這個不是什麼 特別創造的一個做法 而是雲貴村那邊呢 是家常菜來的 涼拌 OK 作為這個呢 就是你知道啦 雲貴村多合谷的嘛 也都是濕氣非常之重的 所以呢 他們就喜歡 有個菜 即是家常菜裡面呢 就有這些這樣的涼拌呢 就可以是什麼呢 當然是清毒 消毒解熱啦 OK 好了 清熱解毒啦 OK 那麼 除了我這裡呢 就買了半斤左右的 那麼 魚腥草啦 那麼我們要選擇的時候呢 摸摸它呢 如果呢 我們摸它的時候呢 這個呢 這樣捏一捏它呢 它比較硬的呢 這些呢 就是新鮮的 如果你摸它的時候呢 中間軟啊 那些呢 那些呢 就證明它買了很久 那些就不要買了 另外呢 就在它的頭尾啊 這些位呢 頭尾呢 頭尾這些位呢 如果你擺得久呢 它開始呢 就膚蠍的 比較多的 那麼大家看到呢 它的頭尾呢 大家看到呢 頭尾呢 摺開的部分呢 都非常之 就是 原本的色 都是白色的 所以呢 比較新鮮啦 OK 那麼我這裡買了半斤 然後呢 然後呢 蔥 一條到兩條蔥 一條到兩條蔥 一條到兩條蒜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 我們要呢 就是 小小的蒜頭 兩三粒 兩三粒蒜頭 然後呢 然後呢 就 最簡單的了 下這個麻辣油 如果大家呢 對這個 紅油拌材料 這個是非常之簡單的 一個經常做涼拌 那麼有些觀眾呢 就說 找你來來去去 都是可以的 就這麼簡單的嘛 大哥 我做什麼做到這麼複雜呢 是不是 那這個呢 就是 紅油拌材料呢 它有小小 輕輕的而已 小小的麻辣味 如果呢 有觀眾跟著一起去買的話呢 就 這個呢 就應該就 大家就知道 它的辣度 真的不是很辣的 如果大家是 記它辣的那頭呢 那其實呢 大家都知道呢 我的涼拌材料呢 就 經常性啊 我煎了 哦在裡面 那 那 如果大家看過我的涼拌材料的話呢 我經常性是下麻油的 OK 那 如果 即是混了 兩混 如果你覺得 怕它會辣呢 就下少些 這個 始終也要下少少的 是要有少少的 那這個紅油拌材料 跟著之後 麻油的比例就高些 那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呢 就這個紅油拌材料 就 比例高些 跟著之後呢 這個 這個 麻油呢 就比例少些 OK 那其實我們食物呢 調節那個 味道呢 就是加加減減的 好了 那我 舊的觀眾就知道 是買翠宏 翠宏 翠宏是什麼呢 翠宏呢 就是四川當地的什麼什麼的 是在當地的餐飲業來說 是非常之 是出名的 那很多餐飲業呢 它不容易了 就是方便 那很多時候呢 它用的 這個麻辣油呢 就是用這隻牌子 那所以 既然當地的餐飲業都 就是用這隻牌子 我們用的 當然是 沒有錯啦 好啦 那也有些人呢 就喜歡呢 就是 加些花椒粉下去的 就貪它麻而不辣 OK 那也有些人呢 嫌它不夠辣 那怎麼辦呢 就剁幾粒 切幾粒 子鈴椒下去 OK 行不行 好啦 跟著之後我們準備 事前準備些什麼呢 冰水 或者是雪凍了的 滾水 冰水 OK 那把刀 那為什麼我今天特別放開呢 因為我剛剛先頭 拿滾水錄過 那就消毒了 好啦 那在這裡的時候 就不多說了 介紹完筆 吹完水 講完歷史 講完地緣的食譜 那現在呢 我就需要 就是 開始製作了 那首先呢 我就要 這個我已經是洗乾淨了 沖乾淨了 浸了一會兒 那我先放在一邊 那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開始 就 製作這個 這個 那 我們製作的時候呢 拿隻手 就裂走 那些筋 那是有些細筋的 那頭尾 就撕走它 那大家看到 它最 最 尾那段呢 是會有 有些筋的 我們撕走它 跟著之後 反方向呢 就裂一裂它 一邊沖水 一邊裂它 那裂走它的鬚 筋鬚 那其實這個呢 製作這個 涼拌菜呢 就非常之簡單的 那大家呢 看著我 跟著我一起做 就一定是不會壞的 啊 不是我 厲害 而是本身這個 涼拌菜呢 就非常之簡單 那我們呢 就準備定一盤清水 跟著之後呢 那大家 如果呢 是 我不知道我收什麼 有沒有收到 我撕這個時候呢 就有些 聲響的 辣辣聲的 那我們呢 就用手呢 稍微呢 就 裂一裂它 就裂走它的筋 這樣就撕走頭尾 這樣就可以了 那現在呢 我撕開它之後呢 就有那些 魚腥草的味道 走了出來 那有時候就是這樣的 我經常都說呢 即是我們呢 是要四周圍吃東西 啊 我們呢 作為一個家廚之前呢 我們必先的是什麼呢 是一個食家 那我們只有作為一個食家呢 我們才知道 這個世界原來有很多美味的 那這些位置 那我們呢 就 拿手裂一裂它 看到它有筋 就拿手裂一裂它 那如果裂不掉 就拿手撕它 那頭尾撕走它 那處理這個魚腥草呢 就 其實就並不困難的 那那 大家就 即是 不要介意啦 都是那句啦 我就喜歡呢 一鏡到底的 那至於你喜歡怎麼看呢 就你的事啦 那這個我管不著的 那那 那有些頭呢 那大家看不看到呢 黑色的 那因為呢 它始終來說 大家都知道啦 植物的最尾那部分 就一定是這樣的樣子 而且呢 這些真的是根部來的嘛 啊 那 那 這個這樣的過程呢 就比較 即是 其實就沒有什麼技術的 但是呢 比較上呢 就是 繁複一點點 浪費大家 一點點時間 不過我都是那句啦 煮東西吃呢 你始終都是 始終都是會是 因為 你要用心機好吃的東西呢 就一定呢 就是 要花一點點時間的 OK 本身呢 這些這樣的 最後的那一節呢 即是摺 摺到最後的地底那一節 通常呢 它都會有一些筋 走出來的 那我們呢 就要 看清楚它 那這些 大家看到呢 在這些轉折位呢 這些 本身插進了 泥土的地方 這樣呢 就會有一些筋走出來的 那我們呢 就要用手撕掉它 那我相信呢 很多廣東人呢 就不知道 原來呢 脂筋是可以生吃的 那其實都是那句啦 先來我說 我們作為一個廚師之前 我們必先要呢 就是作為一個食家 那我們呢 才可以呢 集國家的大成 知道啊 原來 原來這件事是這樣做的喔 這樣 那魚腥草呢 在 清明過後呢 就是 雨季呢 就很多 很多供應的 應市的 你現在去到呢 基本上呢 街市起碼有幾檔啊 會有賣這些這樣的東西啊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呢 大家應該也沒有想過呢 就是 原來呢 這個魚腥草啊 又叫做捷耳根 原來是可以生吃的 那這些長一點的那些呢 那我們呢 它比較多根啦 我們呢 就要看清楚一點 那通常呢 你擦它呢 就會掉了 那但是如果萬一是不行的話呢 我們就唯有 就是拿手指來撕它啦 那這些 那這個 那這個 就是這些這樣的 鬚呢 你又不是說不能吃的 只不過呢 就 你上桌的時候呢 就好像有外觀煎 那 那 那 你如果你說 你接受到那些鬚 沒什麼所謂 有外觀煎就有外觀煎 好吃就好吃 那這樣 沒什麼所謂 那就可以簡單很多 就不需要 像我那樣 阻裂又裂 阻檢查又檢查 那 其實呢 就 各地的那個 涼拌置耳根 那個食譜呢 其實就差不多的 那基本上都是大家 理解 或者是 大家見過做的 其他涼拌的那個做法 不過呢 就 調味就一樣了 啊 但是呢 在做法上 大家要看清楚 等一下 我那個程序 是怎麼做的 那不要小看這半斤 啊 啊 就 很多東西的了 已經 因為本身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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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筋呢 它的水分呢 不算高啊 那 通常來說呢 如果外面餐廳吃的話呢 它給你一碟呢 大概 都是100克左右而已 那我現在呢 就 100克到沒有 可能50克而已 啊 那我現在呢 其實呢 就 半斤已經有300克了 那300克其實就很多了 千萬呢 就不要眼闊肚窄啊 買回來呢 就吃多了 就是 我這些呢 就純粹呢 大家呢 第一就是掛口癮啊 第二呢 就是濕氣比較重的時候呢 我就 啊 可以作為這個 餐前或者是平時的小食啊 尤其是呢 這個涼拌臼筋呢 我告訴大家呢 你吃麵的時候吃兩口呢 嘩 真是 那種爽度啊 不得了啊 大家會發覺呢 我周不時那些菜式呢 就很多變了 是吧 或者應該的變化比較多 大家的食材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的變化比較多啊 那我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 我周圍去吃得多嘛 就是做人一樣的嘛 你周圍去玩的 你自然見識多 你知道外國是怎樣的 你就不會 就是 你就會認識多些東西啦 是不是 那好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 就沖洗 好了 那我先拿開那兩粒蒜頭 那我首先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紙巾 如果呢 即是正路啊 就是 會是 會是用手撕的 一折一折地撕出來 但是呢 其實呢 就可以拿刀切了 OK 那幾條幾條一起吧 那我現在大家看到呢 我很少用那個 熟食砧板 那今天呢 我就做了一個熟食砧板出來 那大概呢 你切的時候呢 就大概呢 就可以是 切它一串 那可能呢 大家呢 就會覺得呢 就說 嘿 這個紙巾 你這麼麻煩呀 就是這樣說 前期呢 就是我現在這樣清潔呀 做洗切呀 可能呢 那個 那個 時間還會長過 來過呢 我實際上 醃製的時候呢 那不用那麼長的 大概呢 一串左右 或者是少過一串 我現在很期待 很期待 我去吃這個 做這個來吃 好好吃的 不過呢 脂巾呢 就很划算 一件事的 它就好像吃榴槤那樣的 你喜歡吃呢 你就喜歡到不得了 你不喜歡吃呢 吃一口就想吐的 就這樣 其實呢 這個世界上呢 都有很多這種 這樣的例子 除了榴槤 也有其他 譬如說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欸 欸 欸 瑞典的匪魚罐頭 啊 這個是 韓國的 這個 魔鬼魚 魔鬼魚 啊 那有時候呢 我撕不完 那些鬚呢 那我可以呢 就切一切它 啊 大概啦 一串左右 那如果呢 我們呢 是買到新鮮的 勁部啊 就是連葉 大葉那些呢 就不用這樣做的 我們呢 就當成普通的菜盒 這樣撕它就可以了 那但是呢 這些 就是這樣的筋 為什麼我要切它呢 因為呢 我撕到手指甲很痛啊 那如果大家呢 撕過四季就知道了 那有些朋友呢 指甲 不是那麼長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就會撕到痛啊 那些鬚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沖洗乾淨啊 因為等一下呢 我要拿鹽下去醃了它 撕一下它先的 那所以呢 就不存在著啊 就是說 有什麼寄生蟲啊 細菌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本身至今呢 就已經是 即是魚腥草呢 本身就已經是很重味的 所以呢 那些小動物呢 其實就不夠膽啊 就去吃那些 即是接近那些魚腥草的 即是接近那些魚腥草的 現在我聞到那股味了 那這些尾的 有些我們都切走它 那大家會看到呢 那大家會看到呢 即是我現在切呢 好像很不順手 那最近啊 那有個觀眾 他就說 一看你的水樣子 都是抄別人網上的食譜啊 又不是自己的食譜 即是這麼說 我想說的是 全世界呢 哪裡會有人有自己的獨特食譜的 不是用你的名字去命名的嘛 你說世界上有幾多個食譜 可以好像太史五蛇羹那樣 啊 用太史的名字去做食物的命名啊 是不是啊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們學廚呢 很多東西呢 都是由不懂變做懂的 啊 就不是說你呢 即是在廚藝訓練學校呢 你就懂得很多東西的 不是這樣的 那所以呢 我希望那位觀眾 或者有些觀眾啊 要明白 食譜這家的東西呢 就 家家 都有不同 啊 好像我最近 做了很多的 這個 五花藍的菜譜這樣 嗯 我問你啦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餐廳做過啊 我是不是抄人啊 我就算抄人 我承認的 我就算抄人又如何 但是 我常常都說的 中菜最抵死的地方呢 就是 百人百發 千人千名 從來都沒有一個標準的 程序告訴你 哎 你這樣做呢 就會有這樣的味道 你一定喜歡的 不是這樣的 那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這個是中菜的特色 也是中菜的局限 所以大家會見到呢 中菜永遠都不可能 成為這個麥當勞啊 就算呢 快餐店 例如大麥活啊 大麥樂啊 那些呢 他們都只能夠是 將某一些快餐固定了 形式 固定了製作的比例 但是它不可能呢 就做到所有的菜式 都是標準化的 那大家要明白到這件事 好了 那我就吹完水了 切完了 那接著之後呢 為什麼我常常都要這樣擺一把刀呢 如果我這樣擺 這裡呢 就凸起了 刀尖 隨時戒傷手的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呢 我這個工作台 也是大家呢 香港人呢 普遍的廚房的設計 或者是普遍的 能夠做到的大小 那很多時候呢 我是不是要 擺一把刀呢 擺到刀架那裏 然後呢 我擺之前呢 我一定要擺乾淨它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其實呢 你擺到刀架 反而更加容易去滋生細菌 那為了我方便工作 那我通常呢 我就要這樣去平放把刀 這裡呢 就沒有凸起的 刀封 我就可以擺在上面 做這個 做這個工作 那我這把刀呢 就不是大家家柱 平時用開的那些刀來的 本身呢 我這個刀柄呢 就很輕的 刀柄很輕的 刀身很重的 那所以呢 就不會有 因為重力的問題 叫起啊 諸如此類啊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師父教你那樣東西 合不合理 是一件事 你自己在現場製作的時候 你需不需要改變一下 變通一下 又是另一回事 OK 明白嗎 不是加 即 你沒有可能 我不知道安全意識的 但是 為什麼我依然要這樣擺呢 就是不要一成不變 OK 好了 又吹完水了 接著之後呢 我的特色就是這樣的 我想到哪裡 我看到什麼我想說 我就說 接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拿鹽 比較重一點點的鹽 3茶匙 這樣呢 我們呢 就拿鹽去醃它 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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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是用它 即是這個 加了鹽之後呢 我們大概要拌它一會兒 要拌勻它 這個用鹽去醃它 它就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殺菌 第二個呢 就是可以脫水 可以令到它更爽的 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用鹽去拌它的時候呢 開始聞到那股 魚腥草 或者是捷耳筋 這個是有這個 它的獨特的那種 氣味走出來 即是我用鹽醃的時候 就沒什麼所謂了 大家注意一下 就OK了 這個衛生 開始呢 初初的時候呢 我們用手呢 為什麼我經常不戴手套呢 因為這樣可以感受到 那個手感 也都講開了 就有剛剛今天 就有位觀眾 就說 哎呀 你不戴手套呢 你拿來洗手啊 什麼什麼 家人吃光你的手氣 你的手特別白 諸如此類 唉 我真是 我不懂怎麼說 我心想你真是 你試一下吧 你用手套吧 看看你方不方便做事 衛生這麼高溫 這麼高溫 有什麼衛生啊 就是那些問題呢 請問 蒸的時候 好了 現在這個時候呢 它開始有少少軟身了 也都輕輕有少少出的 有少少水出的 那就繼續拌它 這個時候呢 拌它呢 這個時候呢 輕輕有少少水 輕輕有少少水 輕輕有少少水出的 那就拌它了 好了 為什麼我去拌 很多食譜呢 都叫人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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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鹽 鹽浸的 拿鹽水浸的 那我就直接拿鹽去拌 這樣呢 就高效很多 大家都知道的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就製作 這個什麼了 製作這個 副料了 那麼首先呢 我們就把這個 然後 我們呢 就製作蒜蓉 那 很多的食譜呢 就沒有 下蒜蓉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下蒜蓉呢 我必須要 解釋個原理給大家聽 那麼 在村菜裡面呢 它強調的是什麼 大家還記不記得 是 麻辣鮮香 這四個字啊 麻辣就不用解釋了 鮮是什麼的鮮呢 很多人直接的理解呢 就是 當然是食材的鮮 錯 是味道的鮮 而在村菜裡面呢 提升這個味道的鮮味呢 除了要加糖之外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最主要鮮味的來源呢 就是生蒜 是生蒜 如果我不吹水的話 大家不知道有這些 所以呢 大家會看到 吃麻辣火鍋呢 他們通常調的湯汁呢 就是調的鹽汁呢 一定有生蒜的 就是生蒜的 就是生蒜的 就是生蒜的意思 不是拿來爆鍋 所以我們都要是 夠鮮才行的 那 那 那 大家看到 我是不是 剁這個蒜蓉 剁得很乾淨啊 那 剁完了 跟著 之後呢 我們就 放在一邊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要處理這個芫荽 這個芫荽呢 很多時候呢 芫荽呢 芫荽呢 就會是有這個 沙的 那 有觀眾曾經呢 就 建議過我 他說 這裡你可以拿 醋呢 去浸它 那 對的 拿醋去浸它 不過呢 這個是大量製作的時候做 那如果是我們 小量製作 就是 大佬兩三棵 你又倒醋下去 那我就不需要的了 最重要呢 就拿大水 沖一沖它 也都不會阻止大家 很多時間的 那 這個芫荽呢 我們呢 就把它呢 就把它呢 切 細粒 那我留一點點呢 就拿來做什麼呢 那現在我就反轉把刀了 大家看到嗎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是因地制宜的 我覺得啊 很多東西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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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朋友呢 曾經呢 就是回覆我的時候 他就 生熟砧板呢 他分開呢 就是什麼呢 表面是生 底是熟 这个做法其实我本人就不是很建议的 既然要分开生熟的针板的话 必须要完全两块分隔开的针板 完全不搅拌 你不会重复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细菌这家东西交叉感染 你可以是上面那层肉 下面那层菜上面那层肉有少少 浸汁出来滴在下面那层就已经出事了 你想想针板的底面 你平时切肉的时候多数都是切一边 底部就已经滲入了细菌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介意生熟针板 你就一定要做得切底些 OK? 那我现在切完这个葱 那我就可以进一步处理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家传的做法 我这样放一把刀的话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其实把刀尖的刀尖 刀封是凸起了的 如果我拿手 这样交叉 这样拿东西过去 就可能这个位置 就会批到块皮出来 所以有时候 不要一成不变 按一下 完全做完整个设备 所以同时 这位置 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 现在正式将刀留住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刀抹干干 不要让它有水 否刀架 日积月累 就会有很多细菌 OK? 好了,现在做完了 这个,散完了,拿完了 接着这个时候,我们就换水了 这个时候,我们用大水的话 就很容易那些纸巾已经切断了 我们用筛反转它 加上啤水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 脂巾,把那个盐 彻底冲走 所以我一定要用大水 这个时候,我们就拿回这个碗 好,去等下拌东西 我现在拿滚水去浓一下 先消毒 好,那现在呢,冲了一会儿 这个时候,那些脂巾就没有那么硬的 但是它呢,就会是更加爽口 你拿些盐去捏捏它之后 这个程序呢,其实就已经是代替了什么呢? 代替了飞水 如果大家坚持,怕着完全生食 不是老 那就可以用飞水的方式 那其实拿盐去脱水呢 也是一种,这个是 就是,杀菌 还有呢,就是出水的方法 好了,这个时候我洗干净了 我把它呢,就倒进去 倒进去冰水那里 浸一浸它 稍微浸一浸它 好,接着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做事了 将这个 所有的材料 倒进去干净的烧锅毒的烧锅 的烧锅 然后呢 放轻轻少少盐 少少就可以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里应该就是 我先头这样腌化 是有少少咸味的 糖呢 就多加少少 大概两茶匙左右 然后就是 这个 这个 鸡粉 一茶匙左右 接着 然后呢 下这个麻油 这个用来摆的 展示一下 我先用了这个 这个旧的麻油 如果呢 大家先头都说过了 如果是 不吃得辣的话呢 麻油可以放多一点点 那如果吃得辣的话呢 就麻油放少一点 就这个 这个 红油拌材料呢 就多一点 哎 真是 所以呢 我看这个 不急 那 这些 那 呢 那 呢 那 那 那 呢 呢 都很容易做 好了 那 那 麻油 好 接着呢 之后 红油拌材料 啊 即是 脆红的红油拌材料 即是呢 它那个 这个 麻油 那 那我这儿呢 我差一点点的 那我就给它了 大概呢 这些汤匙呢 大只的汤匙 一汤匙就够了 接着拿着中式的汤匙 这些这样的汤匙 一茶匙的 一茶匙的 豉油 跟着之后 鲸光醋 或者是陈醋 2汤匙 如果大家想它 咸一点的 豉油的比例就是1比1 如果你想它不要那么咸的 酸一点的 就好像我现在这样 2比1 两份陈醋 然后就一份生抽 这个时候我们先拌均匀 嗯 看不到 这样就不用调到它很咸的 轻轻带一点的甜味 大家才能看到我加很少盐 还有鸡粉 然后我加糖就加多一点 OK 都好了 接着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另外呢 我们就要是 处理这个 浸完冰水 浸一会儿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已经很冷了 辣手了 即是冷到赤手了 好 好 这样就 弄起这些冰 这些冰就 这些冰呢 通常我们都是自己的 就是制作 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新冰箱 是有自动制冰功能的 可以做到大概2升 一升到两升左右 就够我们家庭用途 那如果呢 大家冰箱是没有制冰机的话呢 那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 大家知道 如果是知道了 是要做这个凉拌芝根的时候呢 可以呢 就是 冰一壶水 冰一晚 第二招 第二天拿来用 那其实效果就差不多的 好 那我把冰全部拆掉 好了 接着之后呢 我们就拿这个厨子 吸干水 那不要少看这里 这里半斤呢 我们四个人吃 一人吃一点 都很足够 不过呢 如果你家人喜欢这样的吃法的话 下次呢 一买就买一斤 ADD 就去把冰只我的肉可以 把冰尾环 ubiquit 把中间拆到一起 就要 Pokemon 那 も到 definitely 先抓一点 好 总的生得便宜 但你会把冰尾蛋 可以 好 打印 说 你会多él di 盡量 貌似很乾 但其實我熟一下又熟的水出來了 盡量把水吸乾一點 這些醬汁就會純粹一點 不會讓多餘的水份干擾到它的味道 這樣就差不多了 接著把水倒進調校好的醬汁 浪費了 算了 接著拌勻 一定要拌勻 然後拌勻 大家可以看到 拌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進冰箱 冰半個小時 其實現在馬上吃都可以 但不夠入味 一個簡單的清熱消毒 清熱消毒可以去濕的涼拌菜 現在就這樣就完成了 等一下 我這個是 半個小時之後 等它夠了 我才再開機 跟大家去分享 這個總結 其實這個 如果聰明的大家 可以不用看總結 有些人 聰明人 但是 如果大家喜歡聽我講話 就可以看總結 好嗎 等一下見 好了 大家 這樣就已經 涼拌椎筋 涼拌椎筋 已經在雪櫃放了超過半個小時 這樣 我們 上碟之前 再拌一拌 我剛剛偷吃了 非常好吃 不太鹹 酸酸的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嗯 我這個 這樣呢 我們 上碟 之後 將它全部 整理下去 然後 留些汁 為什麼呢 等一下 我們從頂上倒下去 這樣就可以令到 這個 這個捷耳筋呢 就會是 更加 更加 更加好吃的 啊 那個 味道更加均勻的 大家 有沒有想像過 原來捷耳筋 可以這樣吃呢 除了煲湯之外 原來是 很棒的 這樣呢 就不要收機制哦 不要識機制哦 我這個呢 我和大家說 我這個是有個特色的 因為呢 很多人呢 就沒有拿鹽 就和它是出水啊 那這一個呢 是拿鹽醃過啊 那這一個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 步驟來的 那為什麼呢 呢 先頭呢 我兒子呢 一聽到說 喂 吃折耳筋 然後他馬上皺了 嘩 不是吧 什麼的哦 很難吃的哦 這樣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 為什麼呢 我先頭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已經是說過的了 啊 就是說呢 捷耳筋呢 本身呢 就是喜歡的人呢 就很喜歡 好像吃榴槤那樣的 不喜歡的人呢 就很抗拒 他那種味道的 那 我為什麼說先頭拿鹽去捏它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呢 很多 如果是村 雲貴村那邊的做法 因為它非常新鮮 旁邊拔就馬上拿來做一下 尤其是農家菜 所以呢 他們呢 上桌的時候呢 那些葉呢 基本上還是生的 啊 就是等你自己呢 慢慢拌它 它就要靠那種汁 但是呢 那種的捷耳筋呢 它的味呢 就沒有那麼濃的 就是那些魚腥草呢 它的味道沒有那麼濃的 因為它吃那個勁 還有吃那個葉啊 那呢 就多了一種 先頭我講啦 就是吃白腩呢 那種 甘苦的感覺 那種回甘啊 甘煞的那種感覺 那呢 它的味道就沒有那麼重的 但是現在我這一種呢 就簡直是紙巾的筋來的 OK 就不是勁來的 那所以呢 它的味道呢 是更加濃烈的 那這樣東西呢 就變了很多人抗拒了 那我為什麼先頭說 我用鹽去拿它那個時間呢 那個程序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呢 那好坦白說 我在香港是吃過外面的 糧盤紙巾 那不是那麼多地方有得吃的 旺角女人街那間 鉗營羊肉湯啊 鉗營羊肉湯呢 它就有這個紙巾供應了 那好坦白說 我剛剛吃完我自己這個之後呢 我覺得我這個呢 是好吃過它的 哎呀 竟然是過熱 豈有此理話 等我一會兒 好了 那它就休息夠了 那我又繼續說 那我先頭說到呢 就說其實我在香港呢 就吃過 也都因為在香港吃過 才仿然大悟 原來我們天天在街市 經常在街市見到的 魚腥草就是捷耳根 只不過呢 我們香港呢 這邊吃的捷耳根呢 那個部位呢 就跟內地吃的捷耳根的部位 是不一樣的 OK 那因為它味道太濃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呢 就是用鹽呢 就要捷耳它幾分鐘的 等它出一出水 那大家見到 我先頭呢 為了要加快它那個出水的程度呢 那所以呢 我就 不斷拌它 拌了一會兒之後 就放在一旁 跟著做其他東西 其他材料 然後再去幫它清洗 除了是 這個是 用鹽去拿它出水之外 這個過程 也都要用冰水去浸一浸它 經過這兩個程序之後呢 出來的結果 竟然是好吃過專業廚房做的 當然啦 他們有自己的手勢 我不敢說 他們做得不好 我也很喜歡吃的 但是呢 我這個呢 我相信我這個做法 更加大眾化 因為它既不太辣 我現在吃完之後呢 這麼久呢 我的口腔都是 好像吃了少許胡椒粉 這樣的感覺 就完全是不辣的 那 然後呢 我這樣 拌完它之後 再放進雪櫃 再浸一浸它 它那種味道呢 就會變淡很多了 變了給更加多人的接受 而它出來的效果呢 就會是很爽的 那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呢 我說過很多次 有很多植物呢 其實半生不熟才是最好吃的 素材 那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這個道理 以及接受這個 這個概念 好了 其實這個呢 是非常簡單的 調味那裡呢 按字的要求 鹽 糖 雞粉 生抽 陳醋 而佐料呢 在外面來說呢 就很多都不會加蒜 蓉 下去的 但我呢 就加了蒜蓉 除了蒜蓉之外 還有蔥啊 還有芫荽啊 這些這樣 好了 那很多人呢 就 不明白 到底四川菜裡面的 麻 辣 鮮 香 這四樣東西的 鮮字 為什麼呢 全部都理解為 新鮮的食材 這件事是沒錯的 但是呢 其實呢 在四川的烹調技巧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樣東西 就是生的蒜蓉 如果大家呢 細心點要留意 大家如果一間出色的餐廳 它做的水煮牛肉啊 酸菜魚啊 或者是水煮魚啊 那些呢 你會發覺它面上有一層 生的蒜蓉在這裡 那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去吃這個麻辣火鍋的時候呢 它的調味醬料裡面呢 就一定有生的蒜蓉的 為什麼要加這些下去呢 就是為了要提鮮 OK 而大家吃到 那些四川火鍋吃得這麼過癮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生的蒜蓉 那所以呢 我在這個脂巾裡面呢 我也加了蒜蓉 但是在其他的食譜裡面呢 是沒有加的 那這件事大家要留意 基本上 大家跟著做 這個夏天 春末夏初 最濕熱的時候 這個呢 就可以直接吃到它呢 就是可以是達到這個 清熱解毒的作用啊 那如果大家是經常生暗瘡啊 或者是個人比較熱氣啊 比較濕熱呢 吃這個好吃過 好過吃中藥 直接有療效的 那當然啦 你可能在說的是 因為它也算是一種寒糧的食品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好像崩大碗那些呢 喝得多呢 就會涼了頭 會頭暈的 那有些人呢 會受不住的 那這件事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 但是作為一個 這個夏末 不是春末 夏初 一個常備的這個涼菜呢 我建議大家一個星期吃一次就不太過份的 那我可以清熱解毒啊 好嗎 那接下來要做 專業的味道 就是這樣了 其實有很多簡單的東西 你不要以為重複做 就一定是不好味 或者是我江浪才盡 而是因為 我講過很多次 作為 廚師之前 我一定要先作為一個 食家 我覺得好吃的東西 我才會推薦給大家 而我有時候 經常重複 某一些的技巧 是因為 用我的技巧之後 或者用我的那種調味之後 就真正好吃的 希望大家喜歡 好嗎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